准确来讲叫做 A5 松把牛 这个尺寸的话 这一块东西是要 2千多块到3千块马币 Oh my god 你们看这个油 看我是可能欢迎来到我的 ASMR 谢谢 谢谢 拍一次ASMR 罢了吗 Anyone 我们今天要来拍这个ASMR 这个东西 very the special 因为它是超级的贵 稀有 难找 很昂贵的一个食材 它就是 和牛 准确来讲叫做 我跟你们讲这个松把牛 在马来西亚是很难买到的 我是从一个直播平台买到 大家现在都很想在直播平台买东西吗 比如说买水果啊 海鲜啊 肉啊 我在这个直播平台是专卖和牛的 它名字呢就叫做 Dum Dum Meat 就是Dum Dum Yoke 的意思 它专 import那种很特别的和牛种类 和牛部位进来卖 这一大片大家还要不要拆一拆多少钱呢 那时候我Bit回来的价钱是差不多800多块到900块 这样大搞啊 Salloying 的部位 我真是没有吃完它过来的哦 我要讲我要留肚子哦 那个店主有跟我讲 如果你要在外面吃这一块东西 这个size的话 这一块东西是要2000多块到3000块马币 所以我们拿一个中间 这个2500的松阪牛到底好不好吃呢 我们就来开始煮吧 Go 没有吃过这样贵的东西 OK 因为我表情真的是很差 吃东西哦 没有什么表情的 所以我就请了一个吃东西很有表情 看起来很好吃的 终于 是我的朋友 OK OK 我们现在就来切开它 给大家看看它的雪花到底长怎样 我还没有看过你吃东西 开玩笑 真的是没有煮 哈哈哈哈哈哈 哇 我嗅看有味道吗 上有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懂 你 你还没有煮 你嗅会是怎样 哈哈哈哈 哇 好带搞哦 可以吗 我多少 哇 我以为松阪牛是粉红色的 我应该是放了很多天 我已经买了10天左右 所以它我就一直放在冰箱 然后这个颜色 按哪一个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要放进去了 因为我不想弄到我的这个麦开油 所以我们把那个毛拌掉 OK 我们去搜索过了 如果要煮到medium rare的话 因为我不要浪费这块那么好 因为我们就煮到medium rare 一面要2分钟 另外一面要1分钟半 我们把那里沾干掉 哇 好 好 嗯 放入冰箱 哦,我的天啊,你們看這個油,那個紋路 哦,我們一面大概煎個一分鐘半左右吧 超美的 我剛才講啊,市價是2500塊啊 這個很漂亮,還有它油脂分佈得很均勻 然後我們等個五分鐘啦 真的真的,我們放下去一下子那味道直接是粉 Oh my god,我很餓 五分鐘後,給它冷靜 好美 超級漂亮 超級漂亮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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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用嘴 这个表情 OK 现在我要试试了 我是没有吃过2500块的 豪牛的人 我们要分享一个经验 我们出去一起吃过烧烤 然后我们就点了一个 普通和牛 然后我们就很不屑一下 然后去把它烧了一下 然后我们反应是一样的 吃了之后没有讲话了 但是这个反应更大 这个反应更大 完全一吃了 很好吃 OMG 就是那个油脂分布的 直接是一斤嘴巴直接包开 而且一点都不觉得油 好吃 真的好吃 这个就是2500块的感觉 这块50块 好痛喔 好痛喔 嗯 你吃好你要讲感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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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Cam没有排到你 嗯 你嗯什么 反正讲那种直播的喔 90片人 因为之前出现很多直播 卖的肉都是不新鲜啦 还是怎样压情的 其实这个我已经亲自认证过了 而且他们弄干净 vacuum vacuum pack送过来你家了 很危险 之前有人问过我就是 SMR到底要用什么卖 其实我觉得这一台 是很好用的卖 这个我一直以来就是用它 就是DAT的这个D4 door 它的地方是它前后喔 是一个爽向卖的 给大家看看喔 这是防风套啦 很可爱的 它是看到吗 两头都是可以收音的 就是有时候我们拍vlog的时候呢 前面就收音了 后面你讲话的时候是收不到的嘛 有啦这个你就收不到 我觉得我们今天影片就要去结束了 结果我要继续吃了 嗯 因为我们导演一直看着我们 想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分给它 嗯 It's ok 没有分给它没有关系 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分享出去喽 给个赖 然后记得看很多的 然后还有follow我的IG Facebook还有YouTube 我是可人 下次再见 拜拜 我是Zoe 拜拜 follow她的page 耶